高雄的五彩岩壁 加上清澈见底的溪水 构成如仙境般的绝美景色 想亲近这大自然的美景 除了必须有四轮传动的车辆接驳 还得再步行硕西才能到达 非常好 我也看过这个好 你也看过这个好 这真的非常大型的地方 屏東县议会为了协助物台乡 大五部落推展观光 议长率领多位议员 会同县政府原民处入山探勘 不过如何在发展观光与生态保护 坚取得平衡 物台相公所希望能实施总量管制 限制入山游客人数 我们会担心的是 虽然还没有开发 但是这个地方已经变成了 一个非常夯的景点 所以很多的游客会进来 那目前是由大五部落的族人 自行组织一个整个生态的 这个维护的一个组织 那你要进来 一定要透过部落的机制 目前是正在往这一天 当中不能超过一百人 在那个方向进行做规划 为的是整个生态的维护 为了让环境能永续 物台相大五部落希望能争取 列入自然人文生态景观区 未来能透过总量管制 由当地解说员带队 以确保旅游品质及安全 相公所正在规划一个 自然景观保护区 如果这个法院 我们的这个主管机关 他愿意核准 然后我们原住民跟我们伙伴关系 由我们当地的人来当解说员 或者是部落导览来到这个山林 主要会顾到他们的安全以外 一方面也会保护我们这个自然环境 不会受破坏 部落自主这样一个民间的一个力量 我们很开心看到他们愿意这样之外 其实公部门还是要给予很多很多的协助 像我们这些部落想要走生态旅游观光 那还是非常多非常多 需要去配合因地制宜修改法令的地方 那其实没有亲自走这一趟 不太容易去感受到说 部落的努力跟他们面对的困境 为了有效管理部落的传统领域 大五部落推动收费的一日生态游城 包含车资餐旅保险以及环境维护费用 但入山的游客越来越多 部分游客从河床自行前往 存在着发生意外的风险 却没有法源依据来进行人员管控 县政府希望辅导地方比照阿朗伊总量管制 让美景得以永续 原始游哥舍评的舞台采访报道